一人小齊瑄擁有甜美外型以及大啦啦的個性 反差魅力圈粉無數 經營她再度丟掉包袱 公開了自己的麻醉拳紀錄 她在打麻醉之前就興奮的說了很多話 笑稱自己很喜歡全身麻醉的爽感 還表示她的麻醉經驗很豐富 接著被告知麻醉藥物進入體內後 她更是把握時間大聊特聊 還開玩笑表示自己話很多 感覺麻醉屍快受不了了 一開始小齊瑄還能正常對答 但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她都記不起來 一直以為自己很早就睡過去了 直到看到了夥伴拍攝的影片 才發現全程有接近三分鐘的時間 她都在胡言亂語 甚至突然開始唱歌 但她完全沒有印象 小齊瑄在影片中 胡言亂語的模樣十分逗趣 起碼最後她還眼歪嘴些 但毫不在意的公開自己的醜樣 不過也不忘稱讚自己的肌膚 就算沒有使用濾鏡和美肌模式 看起來還是白洗頭亮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